欢迎收看最有感觉无事可进 现在我们在厦门的五元湾大桥 然后呢 可以看到我身后的就是五元湾大桥的真容 五元湾大桥呢 它原名叫做中宅湾大桥 它是后来更名的 这个五元湾大桥呢 它是一共由五座大桥一起构造而成的 然后五座大桥分别就是日元桥、月元桥、天元桥、地元桥、人元桥 这五座这一幅座组成的 然后呢 这其中五个元呢 刚刚好不是代表了不同的意思 那我们就拿那个月元桥来说 也就是说海上升明月的意思 天元桥的话 就是寓意着天涯共此时 然后人元桥的话那就是两地共残权 那其实这五个元的话 刚刚好也是代表着两岸之间那种希望能够团圆寄托 这一个团圆的愿望在这上面的 这个五个元呢 刚好又是五元大桥的那个桥 五元湾大桥 那个圆呢刚刚好又和那个圆分的圆是谐音 所以呢 它就取名为了五元大桥 其实我们都知道很多桥 它的功能作用非常的明显 当然是如果说一座桥上面 然后还能够那么多的美景看的话 它附近周围又是那么多很好看的打卡地方的话 那我觉得五元大桥就是一个最初类百岁的一座大桥 因为它周围的景点很多 然后风景也非常的不错 体验项目游玩项目的话也是很多的 所以呢这一期节目呢就到这里结束了 下期我们见菩萨